冬季是大量農作物收成的季節 農夫因懂食,不想浪費 喜歡將淨餘的蔬菜用曬乾或煙製的方法保存起來 便做出不少的佳牛 是民間保存食物的傳統智慧 因為大北風 所以醃食時,天時最好 北風一吹,吹得透 即使我們醃這麼大的蘿蔔,兩斤重的蘿蔔 醃了,都一樣可以在一個禮拜內吹乾了 生於潮州大家庭的王力興 身為大家姐 至少已經幫爸爸落田羹種 做閹織更是每年皇家的傳統 菜乾要用扁軟厚身的葵線白菜 將新鮮的白菜洗乾淨 用滾水滾一滾 便可以放上竹棚掛起 在陽光底下曝曬兩個星期 直至完全乾透便完成了 不過這些菜乾只是自用 原因是菜乾價錢 足足五斤的白菜 曬乾後只剩下四兩而已 曬乾後的價值 未必有新鮮菜的價值那麼高 只不過曬乾後 沒有新鮮菜吃的時候 便可以有代替品 菜乾有下火的功用 最常用來煮粥或煮湯 將菜乾浸約半小時至軟身後便切粒 水滾後放入米 菜乾連同水和油 不用再加調味料 煮40分鐘便完成 除了白菜之外 當做的還有白蘿蔔 用來做菜譜 白蘿蔔片 不用去皮 切成長塊狀 將蘿蔔加鹽 初刷約五至十分鐘 令它出水 鋪在疏水的器皿上面曬十日 至到完全乾爽 便可以放入乾淨物食的玻璃瓶 瓶底和表面都要放上鹽 將蘿蔔放入裡面壓緊 佔整個玻璃瓶 第二天將瓶裡面的水 倒出來再曬乾 重複三至五天便可以 菜譜很耐放 越老便越純香 這個深色的菜譜 是由黃媽媽淹製的 已經有幾十年歷史了 黃利興一直都不捨得吃 視為家傳之寶 一粒粒的菜譜最常用於炒蛋 露粥、露麵、蒸魚等等 用來燜豬大腸 即是黃家的家傳之作 做法很簡單 將食材放在一起 燜煮45分鐘便可以 大腸爽口有彈性 菜譜仍然保持少少爽口感 沒有調味料 也有一陣鹹香的味道